王力宏在昨天道歉 而且暂时退出演艺圈之后 看起来李静磊的离婚之战 也画下了休止符 但是来看到现在还有继续 有人在上头贴文 这是华刚五人帮之一的艺术家Elaine 昨天审言发文送暖 她也力挺她的闺蜜李静磊 她说这个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 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 李静磊发任何的脾气 直到现在 她看到了好朋友的遭遇 所以她有很多事情想要说 但也只能体会 所以她也谢谢 所有支持李静磊的人 说谢谢大家 一起听完她所说的话 我们来看到 王力宏在20号公开认错道歉之后 这篇文章写的是左思右想 男人还是应该要承担起 所有的责任 但是有网友就说 你是不是有抄袭呢 来看到这篇的文章当中 因为比起第一篇 他所写的很多的中文不太流畅 而且很多的错字 这篇看起来就是正常多了 而且比较通顺一点 里面就写说 男人还是应该要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他准备要暂时的退出工作 留出时间来陪伴父母跟孩子 同时要共同照顾抚养三个孩子 但是就有网友发现说 是不是有参考网友的留言提供的版本 说说你是不是应该记得给人家公关费 来看到这是有一个自称是 这名网友的老公在底下写的留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们真的是深感荣幸 因为发现说王力宏在昨天的 这一篇的声明当中 发现他有好多 好像跟他的太太所写出来 就这个网友的太太所写的内容很像的 包含因为他的太太有写到说 他建议王力宏应该要针对这个事情 要有极点的说明 极点的道歉 包含说这些耽误了前妻 深感愧疚 应该由衷的希望他未来人生能够快乐 包含他说他建议王力宏应该写出说 我很爱三个孩子 很抱歉爸爸因为工作忙常常缺席 另外还写到一点说 我对不起粉丝对不起所有的人 另外也写到说 这个事情对前妻跟孩子们造成的伤害 他会负起所有的责任 好 这些就是网友 他所建议王力宏应该要写到的 所以看到了 王力宏在昨天的这篇的声明稿当中 似乎在脸书上的这篇文章 已经有写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网友的老公 他自己就出来写 他在底下留言说 我们深感荣幸 如果是有各位公关公司 觉得他太太的处理模式不错的话 欢迎跟他来做联系 好 我们看到王力宏遭到了 这个前妻李敬蕾的爆料 在呼应起间出轨这些丑闻 双方连日攻防战之后 王力宏终于是发出了签字的声明文凡指 但是这篇的文章 一开始的这一篇 不只是错字连篇 而且漏洞百出 所以立刻引发了网友挑错字 上网留言讽刺 还有人说 应该是左思右想发现 无法狡辩之后 才决定要投降的 王力宏十九号宣夜发声明 强调自己没有对婚姻不忠 但二十后下午他态度大转变 表示自己左思右想 应该要承担起所有责任 除了向企而道歉 还说要暂时退出演艺圈 但网友不领情依旧骂声一片 强他应该永久退出 甚至较较他 左思右想后发现 无法狡辩才投降 夫妻两行日合体上节目 放闪受访 如今死破脸 谈到双方对赡养费谈加码 王力宏只说有争取 想比李静磊 PO出原文证件 证明自己放弃赡养费 就连其他细节都能清楚说出 而王力宏一下称 有孩子 但还没到想结婚的阶段 一下又说喜欢孩子 但与女方控诉 被逼堕胎 说法相互矛盾 回应长文 看在网友眼中 漏洞百出 加上王力宏 王力宏绝口不提李静磊 而是用一个从没听过的 西春美日子 却又打错 把春写成春 让网友质疑 需要掀起国族仇恨吗 此外也被抓包 错字连篇 包含 我愿意面对你所有的要求 让文勇大酸 突然好想吃意面 请问是干的还是汤的 想吃消炎了 错字太多 显得没诚意 杀难了 烂透了 他常会记辩解吧 多说多错 王力宏在2019年的演唱会上 对李静磊神情演唱 还大方亲吻诗爱 让粉丝印象深刻 他的声明也提到 两人是在2003年 演唱会认识 后来差不多有10年没联络 说李静磊当年26岁 但网友也突破盲点 如果李静磊2003年26岁 2021年就绪44岁 那主角你是不是54岁了 再度被狠酸 如今两人隔空交互 王力宏急转弯道歉 就不知是否 捕下休止符就此落幕 观众网友也都等着 看下去就做不到 好 今年45岁的王力宏 是在1995年出道的 1998年22岁的时候 他加盟了索尼音乐 当时他还是一个 青涩的大学生 彬彬有礼又有气质 开口闭口都是妈妈 因为他跟妈妈的感情 真的是还不错 也非常的依赖妈妈 因为他算是一个海归派 所以当时歌手 也不像现在说 采取有经纪人的制度 都是牵在唱片公司的底下 所以他的妈妈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 出面跟公司沟通的 第一线的人物 王力宏对妈妈就非常的依赖 有一次他唱校园的 系列活动的时候 跑了几场因为身体不舒服 最后一场他希望可以请假 但因为他已经签约了 没有办法临时不到 所以他看没有办法请假 就打电话给妈妈 说叫妈妈来求救 最后就是由妈妈出面 来帮他请的病假 来看到现在左思右想之后 终于是在昨天道歉了 但是王力宏现在宣布 暂退演艺圈 26年来的优质形象 是毁于一旦 但现在包含了什么 他的广告还有代言 恐怕初估这三天 他就烧掉了两亿台币 在未来要面对巨额的赔偿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我们看到在12月16号的时候 他曾经还为大陆的 汽车品牌站台 当时在台上只站了11分钟 就赚进了台币 3000万元的代言费用 也显见了他以往的吸睛功力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但是隔天在 就12月17号的时候 就发生了 李靖磊发出了 核弹籍的爆料文之后 他优质的形象就一夕的崩塌 所以这个汽车品牌 立刻就宣布 终止跟他一切的合作 所以从代言到解约 只有30个小时 这也创下了汽车品牌 淡眼人最速解约的一个记录 我们看到 这个李靖磊在17号深夜 所发出了5000字的文章 他也只指王力宏出轨 还有冷暴力 字字句句 像是核弹籍的威力 也重创了王力宏形象跟试验 而这一战 这个可以说是迅速的延绍了四天 连家人都被破撩 这个撩下去 像是在美国的 王力宏的父亲写信给廷儿子 但是被网友说 这是提油救火 反倒是李靖磊的哥哥 拿王力宏的文章来做批判 也博得不少的暗赞数 王力宏针对前妻李靖磊的指控 在19号深夜写了签字文反击 但整篇文章漏洞百出 李靖磊的哥哥也看不下去 在IG上酸爆王力宏 说几个笑话 我没有对婚姻不忠 大概是对不忠这个词有误解 我有录音档可以证明 但我没听过 让人想问你到底想说什么 更扯的是连老婆的本名都打错 还想用仇日情绪带风向 我哥哥他有很渊满的家庭 还有小孩 他有老婆 然后会很嚮往那样子的生活 过去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被拿出来狠狠打脸 李靖磊哥哥说 王力宏说不在乎钱 但整篇文章都在讲钱 说在乎孩子 但重要的日子都缺席 视讯根本不算陪伴 最后再呛王力宏 在威胁和恐惧中过日子 竟然还能连生三胎 还奉劝他中文不好 也没有人逼他写中文 王力宏婚变风播后 让王爸爸隔海写信替儿子护航 指责李靖磊狭途逼婚 违和家人 只是夫妻间的战火 蔓延到家人身上 让大批民众 犹如在看八点档联系剧 看得欲罢不能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从17号李靖磊 在各社交平台 PO出了5000字的长文之后 揭发了王力宏 不为人知的一面 好像是在演艺圈 跟王家也投下了 这一枚的核弹 但是高学历 也曾经担任 金融主管的李靖磊 其实看起来 他不是意气用事 他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搜集资料 而且面对排山倒海 而来的攻击跟指责 他一一的拿出证据来反击 因为力道实在太强大了 所以网友说他是雷神 不管是艺人还是公公 或者是王力宏本人 在这一场当中 一一都败证下来 到底还有多少 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靖磊核弹集爆料后 王力宏保持沉默好几天 反倒是被点名的女星 一个个跳出来撇清 贴出于王力宏 2013年的对话记录 说自己其实是她的前女友 不过两人2015年分手后 就互相违信 却又遭李靖磊截图打脸 因为之后两人都用 WhatsApp大头贴还换上裸照 两人不正当关系 根本还没断 王力宏十九号深夜 紧急发出一千五百字声明 字字句句充满委屈 还很肯定的说 没有对婚姻不忠 对于复杂的性关系 却只字未提 李靖磊则在两个小时后 发文戳破王力宏谎言 对于王力宏自称 没有对婚姻不忠 李靖磊打上大大的问号 并期待他一一回复 王力宏说自己五年八个月的婚姻生活 是活在恐惧勒索之中 李靖磊则提出心理医师的原文资料 表示自己才是长期受虐待 被羞辱被你情绪操控的那个人 更大爆料王力宏有姓陈颖 和自恋型人格的问题 这一来一往过招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李靖磊有备而来 王力宏则是谎言一堆 一再被打脸 对于王力宏一直不肯认错 李靖磊对王力宏的用字 一次比一次还重 更怒哄王力宏的修养与人品 都是低劣的人 只能说这场婚姻大战 王力宏彻底被击垮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现在很多人都在猜说 那演艺圈还有哪一对 接下来会出事呢 好来看到大陆女星 张子怡跟汪峰 两人结婚将近六年了 接年迎来了女儿醒醒 还有宝贝儿子 再加上呢 她对老公还有旧爱 葛慧姐所生的女儿 是事如己出 一家五口是幸福美满 但是根据了陆网指出 夫妻俩退出了投资公司 卸下了股东的行列 目前两个人有关联 公司只剩下一间 这突如其来的异常的举动 掀起了不晓得揣测的声浪 随姐就引发外界的揣测说 难道是有事了吗 有不少网友说 难道会不会接力 王力宏婚变的事情 会不会又要吃瓜 又要瓜吃了呢 会不会是又要出大事了 还有部分的网友猜测说 可能是跟税务有问题 这是离了呢 还是逃漏税了 现在呢 也引发了两方面的黑幕揣测 大家都在看看 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